大人 大人 好吵啊 我不是在家里睡午觉吗 这是哪啊 大人 你醒了 原来是在泡温泉啊 泡个鬼温泉完全不对啊 为什么我一觉醒来会在一次核心现场的地方 懂了 一定是我起床的姿势不对 大人 别慌 只要我再睡一会就能回到我五十平的小公寓 成见大人 可是奴婢哪里伺候的不好 不是啊 再这样神仙也把持不住啊 大人 时候差不多了 请龙在下为您更衣 快快给我更衣 再在这个破地方待下去 老子少了二十年的针槽就不保了 蛤 楚宝 大人 供你来信说 皇上过两个时辰回来向祖 大人 公公 还皇上 你把这家神也太穿越了吧 大人 可还有吩咐 嗯嗯 你先退下吧 记得把十一府换了 是 哎 总算是走了 穿越这种不科学的事情 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 我的奶茶十三香小龙虾 以后都吃不到了吗 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念 才会睡个午觉都能穿越啊 嗯 这是 汉阁 藏得这么深 难道是金库钥匙 或者 传家珍宝 赫兰芝 居然和我的名字一样 日记本方这么隐病 好像多见不得人似的 这 这是 贪污国库以权谋私残害忠良 这 这哪里是日记 分明就是丞相大人的犯罪记录史吧 完了 为什么我一个社会主义三号青年 会穿越到这种奸臣身上 我找谁惹谁了呀 大人 皇上已在书房等候 请您一驾 不管怎么样 先把眼前这关撑过去 我可不想刚穿越 就落地成河 微臣叩见陛下 这就是皇帝吧 不愧是九五之尊 这个子和身材 就免礼 其余人先退下吧 这书音怎么 像不可让真好等 这 这是 皇帝是个小朋友 为什么我一个社会主义三号青年 会穿越到这种奸臣身上 微臣叩见陛下 就免礼 皇帝是个小朋友 说好的气宇不凡的九五之尊 这茫茫的小家伙是什么鬼 相父 陛下 相父不是说在自家相府不用行李吗 礼不可费 先前那些都是胡话 请陛下竖嘴 真是作孽 我这穿越的年纪是有多大 都当干爹了 相父摸脸做什么 这个 皇上 微臣脸上是否有摸字 没有啊 那有镜子 相父自己看 无恶不作 荒阴无度的丞相长成这张美男脸 相父 相父 相父抱 啊 怎么卖忙也太犯规了吧 陛下 君臣有别 以后可不能让别人这么帮您呢 嗯 朕从来只让相父抱 皇上 您再这么卖忙臣可真的吃不消了呀 相父快把书房的奏章批掉 然后陪着玩 啊 微臣这就 批批奏章 合成这小皇帝就是个傀儡 我这原身才是真正掌权的大boss呀 还批个鬼奏折呀 这要是等皇帝长大懂事了 头一个没命的就是我 皇上 奏折当由陛下亲自批阅 臣等怎可阅祖带袍呢 哼 真生气了 相父坏人 不陪这玩 这要砍了相父的脑袋 皇上 万万不可 哼 还敢凶阵 这要砍你五次脑袋 这 微臣只有一个脑袋 不如臣先陪陛下玩耍 真就知道相父最好了 唉 罢了 皇帝还是个小孩子 就算要移交皇权 也得慢慢来 唉 唉 陛下厉害 相父今日头呼状态不佳 可是身体不适 许是昨夜没睡好 你原神的技能都不留给我也太难了吧 那这要送点东西给相父补补 相父想要什么呢 多谢陛下关心 只是 臣万万不敢伸手要礼 相父 陛下直呼微臣姓名即可 皇上 趁机这玩够了 回宫 皇上慢走 皇上 可是丞相又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 朕怀疑赫兰之内混账看出朕的伪装 嘿嘿嘿 陛下伪装之儿从未出破绽 会不会是多虑了 他今日的表现实在反常 倒不会像个忠辰 莫不是他改了性子 他要是能改性子 真做梦都能孝醒了 那皇上是认为 朕只是觉得 近日的演技过于浮夸 已经引起了他的戒心 这可怎么办 咱们是不是应该线下就派人暗杀丞相啊 这何曾不像 只是宫中遍布他的眼线 不派人暗杀必会暴露 目前也只能先静观其变 朕绝不会让赵家江山 摆在他的手上 总算把小皇帝糊弄过去了 应该没露馅吧 大人 请用茶 谢 属下伺候你 不不不不用了 元申这个畜生 竟然连身边的侍卫都不放过 我今日有些烦了 你下去吧 是 只有这老贼死了 姐姐才能获得自由 哎 终于没人了 让我一个社会主义青年扮演这种大贱贼也太难了 眼下除了那本犯罪史 我对元申一无所知 只能明天再找找其他资料了 原来这个朝代叫周朝 元申的老爹居然还是开国公臣 这个朝代还是士奇志封关 难怪元申权力那么大 大人 昨晚伺候您的护卫 服毒自尽 你说什么 这小子昨晚就是一副不堪受辱的模样 没想到这么刚烈 他何时服得毒 情况如何 回大人 苏诺已经神志不清 是否像以往一样拿草席裹了扔出去 等等 先派人好生照顾 速去公立请太医 大人 无妨 去吧 坑了个爹的 这元申居然还是个身患重病的 也太倒霉了吧 此话当真 赫兰之内奸贼真的病危了 是 听说丞相突然口吐鲜血 怕是情况不好啊 哪里是情况不好 依朕看 简直是太好了 果然是恶人自有天收 北车 咱们的丞相被病魔缠身 朕怎能不亲自探望一番呢 果然是恶人自有天收 北车 咱们的丞相被病魔缠身 朕怎能不亲自探望一番呢 他怎么样 回大人 这位公子中了断肠草之毒 须得尽快以药方解毒 有劳您了 那就 太医 大人从方才就一直咳嗽 您赶紧给看看 是 下官这就医治 也不用怕成这样吧 元申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事啊 这 这是 完了 这身体不会真的有什么不治治症吧 莫非这肩子真快不行了 但说无妨 无论能不能治好 我都不会怪你 大人误会了 您并非生病 而是体内留有断肠草残毒 断肠草 跟它同样的毒 正是 你的意思是 它下毒害我 如今看我没死就为罪自杀了 下官不敢断言 属下半事不利 未察觉苏诺的野心 请大人恕罪 行了 我何时说过要治罪 先去开方子吧 是 那 那位公子 既然他命大 要捡两份 给他也服下吧 大人洪恩 下官替这位少爷谢过大人 竟然以德报怨 这奸贼难道当真改了行 陛下 陛下 这么晚 小皇帝怎么过来了 臣参见陛下 相父不必多礼 臣听闻相父身体不适 特来看望 相父没事吧 臣没有大碍 多谢陛下关心 完蛋 怎么会有这么懂神又贴心的小天使 不过臣这几日不能上朝了 皇上能否将以往的奏折戒成一关呢 当然可以 相父病中还如此有心国事 真心甚畏 谢并向朕所要朝堂奏折 果然一点都没变 朕原先还在想 这些讨厌的折子该怎么办 有相父帮忙就太好了 不可 这些奏折还请陛下与臣一同跃看 和这一起 臣只能从旁指导 最终做决定的只能是陛下 啊